现在要介绍的是一些常用物件的绘制 我们都知道在Squatch里面有一个物件资料库 可是这资料库里面的零件呢 不见得每个都符合我们的需求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些里面没有的物件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从里面挑一些类似的造型 然后做改变以及组装 可是如果当你在里面找不到类似的造型可以使用 并且做变形或组装 有点太麻烦的时候 因为在比赛的时候会有时间上的限制 所以呢我们就只能自己快速绘图了 那快速绘图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来介绍几个比较常见的物件 比方说像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 拿到的题目是跟环保议题有关的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必须要画一些垃圾 那当然在资料库里面 我们找不到相关的物件可以使用嘛 那垃圾常见的可能就是保特瓶啦 饮料罐啦 塑胶袋啦 类似像这类的东西 因为你随便画一团纸缺在地上 或者是随便画一个什么小圆点在地上 可能看起来都没有那么的明确 那塑胶袋 好特瓶跟饮料罐 类似像这一类的东西甚至于罐头啦 这类的东西看起来可能会比较有垃圾的明确感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要来介绍这几样东西的画法 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塑胶袋 塑胶袋就是东西给人家的印象都是透明的 那可是呢各位同学 如果你在我们的图案上面选择透明色来做绘制的话 你非得使用边框效果不可 那这个在物件的辨识度上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通常不会给它一个透明色 那会使用一些暗示的方式来让它的特征更明确一点 通常讲到塑胶袋 我相信在台湾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啊 我们比较特色的一看就知道是塑胶袋的东西 大概就是红白塑胶袋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画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形象 通常我会选择红白塑胶袋来下手 那红白塑胶袋呢 它有条纹的地方是橘红色 可是透明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显现呢 一般同学可能会选择这种蓝灰色系来做处理 可是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 通常我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红白塑胶袋条纹的部分是属于暖色系 如果你选择这个冷色系来搭配红色的条纹 暖色系的条纹 事实上看起来是有一点突兀的 所以说除非你有特殊的效果需求 否则的话我们还是会以类似色来做选择 所以透明的部分我自己的选择会选择这个 有点像是粉肤色啦 或者是淡黄色的效果 好那塑胶袋的形象给我们的感觉是 对了外框的部分忘了说明了 在之前的课程里面 大家应该都知道外框的部分 我个人不喜欢选择全黑色的外框 通常会选择一个类似色做外框 但是塑胶袋这个东西竟然是透明的 它是以透明形象居多 我们就不大会使用外框来做表现 因为如果透明的东西上面是有外框 看起来也是稍稍不自然一点 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会选择禁止符号 让它无外框 那塑胶袋的形象 如果没有使用过的塑胶袋 一般同学可能会拿方形 然后再接上两个提把就结案了 可是你要知道这是没有使用过的 你今天要画一个垃圾 它不可能掉在地上是完全没有使用过的平坦状态 更何况它是软实的东西 所以说呢我们不会用方形来做起点 一样我会使用圆形 好我先给它一个圆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底色 这样子在这个地方可能会看起来比较明显一点 那圆形的部分呢 我们要使用节点工具 红白塑胶袋有提把 那这个提把呢如果光靠就四个节点来制作的话 原则上是不大够的 所以我们势必得要增加提把 那之前有提醒过大家 在这个节点增加的部分 我们要稍微节制一点 这个提把因为稍微有一点点形状 所以呢我们把它拉起来 然后做出像这样子的提把效果 那中间的部分呢不大可能是这样子的凹槽 所以我们把中间的这个拉杆稍微拉开一点点 好的 这个像背心一样的东西 我们提把就做好了 可是这下面的塑胶袋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把它有一点点塑胶袋的感觉 所以这里我们稍微推拉一下 好那大致上的造型就出来了 如果你想要让它更自然一点 我们可以让它有一点点弯曲的幅度假设 你今天要画的是一个漂浮在海里的塑胶袋 或者是呢在地上翻飞的塑胶袋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这个不一样的波浪造型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底图 那至于红白条纹的部分啊 有几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我们当然可以用这个笔刷的部分 去做绘制 那把笔刷调大一点啦 比方说好我这边调到50号啦 好笔刷调大一点 然后画一条一条的条纹 可是你会发现啊 当你这样画的时候 它的条纹会超过塑胶袋 看起来是不自然的 然后你要不要很准麻烦 我们不这么做 在这里呢我们要动用一个东西叫做橡皮擦工具 各位同学在做这个点真绘图的时候 橡皮擦的功能通常都是拿来做清除用 可是在画画的人来讲啊 通常我们橡皮擦不叫做清除工具 它也是一支笔 它叫做可以制造白色效果亮点效果 甚至于透明效果的一支笔 所以假设我要画这个塑胶袋上面的红白条纹 我会怎么做呢 我先把它缩小一点 我们才有空间可以做好 一样 C-C-B 我们做出第二个塑胶袋 接下来我给它改变一下颜色 我让它先有红白条纹 应该有的颜色好假设是整个样子好了 OK 当我选好色之后 我拿出我的橡皮擦工具 然后依照需求选择你要的这个大小好40好像OK 接下来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塑胶袋要制作成透明的部分呢 哦对不起我刚刚画的好像有一点点 OK 我再调一次哦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在上面制造调纹效果 对 如果不喜欢的话 Ctrl 加力复原 这个部分我们这样子 好 刹下去擦掉 好 大概类似这样的样子 那换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 套在一起 如果没办法套准 我们用上下左右Síньeen微调一下 嗯 这样子就可以两个合在一起 而且你的线条不会脱离这个边缘 那至于这种丑丑的部分怎么办 有两种方法 你可以把它节点删掉啦 或者是呢 你再用像不像处理一下 都是可以的 可是原则上 我们很快的就画完一个塑胶带了 那再把它建立清楚就好了 OK 这是第一个塑胶带的画法